很多民眾對於整個政府不單止抗疫 各種表現都是徹底失望的 你看看 很多人歸咎 但是警察的裝備很好 警察的防疫裝備是最頂級的 比醫護人員更加高級 而且出現了很多情況 警察覺得危險的工作可以不做 警察去到很多行必 巡邏 那些危險也可以不做 但是醫護就不行 所以我想那個表現其實已經去到最低 接著民間自救就已經開始了 但是民間自救也都有個問題 就是說因為民間所擁有的資源是有限的 以往都有人覺得中國模式可能都有一些好處的 就是中國模式曾經就講過和華盛頓模式 或者民主自由甚至比別人優越 現在這個沒有人相信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經濟就一層不振 向下行 接著中美貿易戰又其實是大敗 因為他簽了很多不平等條約 他買了很多東西 這次連最基本的衛生 各樣的東西都搞到一碗譜 很多人是因為這個肺炎而犧牲 所以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體制的合法性問題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珍言真語的主持梁珍 我們新的頻道開通了 請大家轉去新的頻道去收看我們最新的訪問 為了香港最優勢的精英 講述香港人最關心的時政 請關注珍言真語 各位親 пис你 我們先來講世界 確定可以迷路 請大家 請大家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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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